11月26號投票當天 如果你是兩種人之一的話 就不能夠出門去投票 哪兩種呢 一個就是如果你是確診者 但是你還沒解隔的話 你就是不能出門 另外一個是還在居家檢疫中的人 這兩類人在11月26號當天 是不能夠是投票的 但是如果你是確診者的同住家人的話 就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了 如果你是選擇3加4的話 如果11月26號當天 你是在這前三天的話 你一樣是不能夠出門去投票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後四天的話 就可以出門 但是如果你是選擇0加7的方案的話 其實只要持兩天內的快篩陰性 就能夠出門去投票 只是現在前疾管局局長 蘇一仁他就說了 他說其實投票是人權 他預估年底 到時候還是會有兩三萬人是確診的 所以他就說最好的辦法 就是把這個新冠疫情 這個新冠肺炎把他從第五類降到第四類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保障大家投票的權利 而且他說到時候其實只要把他 有一些流感重症來通報的話 這樣子的做法其實會是比較好的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